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5号的VOA卫视 我是樊东宁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和VOA卫视驻国务院的记者连线 为您介绍刚刚落幕的美中人权对话 取得了哪些进展 首先来看今天其他的重点新闻提要 暴雨成灾 民怨深中北京政府市长辞职 中海油计划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 国际艾滋病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李亦华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小时的头条新闻 亦华 好的 谢谢东宁 在暴雨成灾肆虐北京之后 在民怨声当中 北京市长郭金龙和一位副市长辞职 但他们不久前接任了新的党内职务 本来就是要辞去行政职务的 北京市长郭金龙在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职务之后 辞去市长职务本应是顺理成章 但是这个看似官场常规手续的举动 发生在北京暴雨成灾 多人死伤 民怨四起之际 令很多人认为这是营救辞职 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 叙利亚政府向阿勒婆派出增援部队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在阿勒婆的基站 已经进入第五天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组织 叙利亚人权料望台说 阿勒婆几个街区星期三爆发冲突 叙利亚政府军出动了直升机 叙利亚人权料望台说 阿勒婆 哈马和伊德利普 有至少八人死于轰炸和枪击 活动人士说 政府军星期三还轰炸了大马士革郊区 与此同时 叙利亚邻国土耳其说 由于安全局势不断恶化 土耳其将关闭过境点 一名因为被指控帮助朝鲜难民 而在中国被捕的韩国人权活动人士 被释放之后 首次面对媒体 有关详情 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金永焕和其他三名韩国活动人士 在中国的一座看守所 被关押114天后 于上星期五被释放 这四人今年三月在大连被捕 并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 他们当时是在为设在首尔的 朝鲜民主化网络工作 金永焕星期三 在首尔举行新闻发布会说 他在看守所被迫强制劳动 经受了恶劣的条件 在看守所每天工作13个小时 对我来说十分困难 那里的食物非常糟糕 虽然吃饭时间没有限制 但那里的气氛让我吃饭超不过10分钟 现年49岁的金永焕说 中国当局对他最近和以前的活动进行审问 但是不允许他直接与律师见面 调查是关于我们在韩国的活动 关于在韩国为朝鲜人权和朝鲜民主化工作的人 在中国直接或间接与我们有关联的人 甚至还包括我们以前写过的东西 和我在八九十年代的活动 韩国政府此前向中国派遣外交官 协助保证这几名活动人士得以释放 中国能源巨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日前宣布与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达成协议 中海油计划以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根据两家公司达成的协议 中海油将以每股27.50美元的价格 现金收购尼克森所有流通中的普通股 中海油的高层表示 此项收购的所需资金将主要来自中海油现有资金 并结合少量外部融资 通过这次收购 中海油将首次进入北海海域作业 此外如果收购成功 中海油的海外能源储备将从目前的29%增加到44% 据路透社报道 两家公司的董事会均已对此次收购表示赞成 2005年中海油曾试图出资130亿美元收购美国加州能源企业尤尼克 但因为遭遇政治阻力而宣告失败 中海油此次收购尼克森将需要通过加拿大当地法院 以及加拿大政府反垄断机构的审查 加拿大勒瓦尔大学商学院的企业战略教授苏展说 和尤尼克收购案相比 这一次中海油的胜算要大一些 被收购的这个Nexon这个企业在加拿大的能源行业里边 并不是老大 就是它是第12第13位的 就是它真正能源的经济安全角度讲 我觉得很难拒绝 尼克森的主要资产 包括加拿大西部的油沙 液研气 以及北海 西非海域和墨西哥湾的常规油气勘探和开发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原野 华盛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把镜头交还给主持人东宁 好的 谢谢一华 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VOA联系要带您关注 北京政府市长辞职的最新消息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VOA卫视每天都有VOA连线时间 为您接通美国之音中文部在各地采访的记者 为您掌握及时新闻现场的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第一位要连线的记者是 VOA卫视驻香港的特派员丁丽 丁丽你好 你好 东宁 丁丽想请您先为我们掌握 北京的领导层变动的最新消息 好 7月3号呢 中共北京市党代会呢 选出了市长郭金龙为市委书记 王安顺和副市长吉林是副书记 今天呢 北京人大常委会批准了郭金龙辞去市长职务 吉林辞去副市长职务 任命王安顺为副市长兼代市长 另一位李世祥为副市长 东宁 那么丁丽这一次的这个领导层的变动 是换届的正常程序呢 还是跟最近这个暴雨沉灾的灾情有关呢 现在从官方的简短报道来看啊 不能肯定有关系 也不能肯定没关系 一方面呢 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在党内升官了 有新的党内职务 就是不可能长期兼任这个党政两个职务 所以呢 现在辞职也是正是时候 可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辞职这个时间呢 正是赶上这个大雨过后民情激愤的时候 所以呢 有些网民怀疑啊 这个是是不是和这个这个是引就辞职啊 有人认为是引就辞职 另外呢 这个报道里也提到 郭金龙的时候也没有按照以前的惯例 就是说先说他的党内职务市委书记 那就说郭金龙辞职市长职务 所以这引起了有的人的联想 东宁 另外 丁立航过去 北京市长也有引就下台的记录是吗 是啊 2003年那个孟学龙上任三个月以后 就因为那个北京市隐瞒SUS疫情而被免职 后来呢 2007年他又当了山西省长 也是干了一年以后就因为矿难而引就辞职 所以有人说他是官场倒霉的 好的 还有另外之前北京政府通报了 这次在暴雨中死亡的人数是37人了 那么不晓得丁立您说掌握最新消息 这个数字目前有更新吗 官方还没有更新 不过这是三天前的数字了 官方也说呢 说不会隐瞒这个数字 说那个像那个常务副市长李世祥 他是这个救灾领导小组组长 他今天上午说呢 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个死亡和失踪人员情况 有不少人估计这个数字会比37大得多 那么丁立除了死难的人数之外 其他的损失情况怎么样 为我们掌握一下 北京市防汛办公室说过 说这次的经济损失将近100亿人民币 受灾面积16000平方公里 受灾人口190万 道路桥连水利工程 有不少受到损失 汽车几百辆严重损坏 不少民旁倒塌 东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VOA卫视 驻香港的特派员丁立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像我们立刻将镜头转向人 在美国国务院的VOA卫视记者杨明 请他来我们介绍最近刚刚落幕的美中人权对话 杨明 你好 东宁 好的 杨明想请你先我们介绍一下 昨天刚刚落幕的美中人权对话 为期两天 美中双方讨论哪些议题 有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呢 是这样的 在过去的两天里 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人权对话的代表呢 那么讨论了法治 宗教自由 新闻自由和这个劳工权利等一系列的人权问题 那么有这次会这个会谈呢 那么目前的现在这个结果呢 现在还没有出来 因为呢 今天下午呢 美方参加这次这个对话的美方的代表 助理国务卿的波斯纳 将在下午的时候呢 举行一个记者会 那么在记者会的时候呢 他会详细来向媒体来披露这次会谈 到底取得了哪些方面的一些个成果 或者是进展 其中呢 也将会这个 谈到陈光诚的事情的 目前的最新的动态 好的 到时候也要请杨明 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了 另外除了这个人权话题之外呢 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 一个和越南有争议的这个岛屿上面 成立了三沙市 好像在行政区划分上正式的把南沙 西沙跟中沙给通关起来了 不晓得美国国务院方面 对此有没有最新的回应呢 杨明 美国国务院呢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呢 就对此表示了这个态度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 是这个发言人的纽兰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担心 如果出现任何这样的单边的行动呢 将事先判断出的归属 那么而我们一再强调呢 南海争端 需要所有宣称拥有主权的各方 通过会谈 通过对话和协商的外交方式 加以解决 同时呢 他还特别强调了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 在前不久的东盟地区论坛 这个会议期间呢 曾经明确地表示 那么美国对以经济威胁 和军事威胁的方式 解决南海问题呢 表示关切 东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VOA卫视记者杨明 从美国国务院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今日看点 要带您关注 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 国际艾滋兵大会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深入全面 VOA卫视 VOA卫视全新内容 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 拓展您的视野 VOA卫视向您展示 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地道美语 让你出口成章 通乔美中大事 所定 VOA卫视 欢迎回到 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第十九届国际艾滋病大会 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VOA卫视记者林森 目前仍在大会的现场 我们现在马上就把时间 交给林森 由他来主持今天的 今日看点讨论 林森 你好 东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森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看点 在全球抗击艾滋病疫情的 努力当中 非政府组织 NGO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许多国际NGO 到中国开展工作 与中国的草根 NGO一道 为遏制艾滋病疫情 在中国的传播 可以说是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成就 不过今年也就是 2012年 抗击艾滋病的全球基金 是在中国的最后一年 那么舆论界就普遍担心 当全球基金离开中国以后 中国的许多NGO 可能就会面临资金短缺 这方面的一些困境 那么另外也有国际NGO 表示 中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NGO在中国的注册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次报道 中国政府2003年正式向全球公开承认 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 此后 中国从事艾滋病防治宣导工作的NGO组织 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际NGO组织进入中国工作 中国民间从事艾滋病防治的组织和个人 即所谓草根NGO 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亚洲促进会 主要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草根NGO 在家组织的创办人兼主任 萨拉戴维斯博士说 中国是亚洲促进会 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地区 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他 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 颇具草根气质的中文名字 叫王翠凤 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中国的 我们是做可以说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能力建设 所以我们帮助新开的那些草根机构 帮助他们学怎么写个战略规划 怎么写个预算 怎么管理员工和志愿者 这样帮助他们建立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机构 然后稳定了以后 我们会帮助他们学怎么做调查 然后怎么提一些 和政府提一些比较主体的 正式的一些建议 怎么做倡导 亚洲促进会主要与 来自于边缘群体的组织合作 例如性工作者 成瘾者 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 艾滋病感染者等 该组织也关注其他健康弱势群体 例如乙肝人群 受环境污染影响人群 妇女与儿童等 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展现出鼓励 NGO参与抗击艾滋病的积极姿态 给予了国际NGO和中国草根NGO 许多工作的便利和空间 但是政府仍然对NGO的活动 存有戒心 亚洲促进会的中国项目经理 纪萨哈特曼女士 同样普通话流利 而且也有个中文名字 叫吉思涵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际NGO 跟中国NGO 还是有很多相同的问题 比如说资金来源 这个好像是全世界上都一样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目前在中国那个注册问题 还没有解决好了 我觉得政府在讨论者 这样将来解决 所以我们很希望将来 所有的NGO都可以在中国注册 吉思涵说 中国的许多NGO组织 即将面临的一个新的最大问题是 2012年是抗击艾滋病全球基金 在中国的最后一年 在全球基金终止以后 许多依靠全球基金支持的NGO组织 明年 后年该怎么办 VA卫视记者林森 张松霖 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今天的今日看点 我们是在第1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现场 也就是华盛顿的会展中心 为您现场直播 现在我就请到了 在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NGO组织 中国全球基金观察的 创始人和执行官贾平 到节目的现场 和我们一起来谈论刚才的这些话题 欢迎贾平 谢谢你 贾平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今年是2012年 是全球基金在中国的最后一年 全球基金离开中国以后 比如说明年 后年怎么办 现在有很多担心 那么中国这些NGO的这些 它的将来这些资金怎么办 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境 我想全球基金应该在中国 是最后的一年了 当然最新的消息表明 全球基金将在中国的项目执行 将延展半年 也就是到明年的上半年 6月份左右 那么6月份以后 它的项目执行完毕以后 它将退出中国 那么我们确实 全球基金作为主要的国际资金来源 之一 尤其是对于25%的资金 是要下沉到社区和NGO组织 那么它的撤离 对于中国的这个 艾滋病领域的草根组织来说 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这种冲击到底会影响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想有相当的一批非政府组织 尤其是这个草根的 这个边缘的这个人群的组织 那么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组织形态会发生变化 他们的这个外展活动会缩水 甚至有一些会消失掉 那么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指标呢 会被压缩 我想这些呢 那么一些大的组织呢 可能它的发展活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果这前提条件是 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来予于保障 和填补这个空白的话 刚才介绍你是这个中国全球基金观察 这是一个在中国是一个 刚才我介绍 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NGO之一 那么你这个机构是你创办的 你是他的首席执行官 刚才我们谈到2012年 今年就是全球基金在中国的最后年了 那全球基金离开中国以后 这些草根的组织都受到一些资金的 这样的困境啊 受到影响 那你这个组织怎么办 你这个组织的前景是怎么样的 我想我们呢 是一直致力于公共卫生的治理和透明度 实际上是对于这个 我们是一个watchdog型 也就是一个监督机构 那么所以呢 我们致力于这个推动全球基金的政策 在中国的更好的执行 让这个中国的草根组织呢 获得更多的钱 获得更多的资助 那么在用一种透明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项目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推动中国政府呢 这个理解跟这个接受国际的规则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依然是我这个公共卫生的透明度和治理的问题 那么到目前为止 你们这个组织有没有一个新的规划 就是说有一个要什么样的设计远景 将来要在中国开展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这个名字会不会改变 我想我们会扩展我们的工作领域 实际上来说 全球基金的离开中国 并不意味着全球基金观察的工作的停止 实际上上应该来说呢 全球基金的离开中国 给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是 我们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促进来说呢 应该是进一步的扩展我们的工作的范围 实际上要应对呢 中国的公共卫生界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规划 那这个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 当然也是还有瘧疾啊 什么其他一些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当然大家都俗称叫抗击艾滋病的这样的全球基金 为什么在2012年离开中国 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艾滋病的疫情 或者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吗 我想呢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呢 这个全球的主要的donald 就是捐助方 捐助国 那么他们呢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资金预算的约束 第二个呢 这个对于全球的艾滋病的进展来说呢 今年已降 那么它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疫苗的突破 那么药物的这个进展 在这些问题上呢 这个全球的这个一些国家 尤其是像新兴国家的这个艾滋病的增长呢 出现了就是艾滋病新增案例的增长呢 出现了这个比较遏制的势头 那么也就是说就像这个几天前开幕式上 这个第二天这个希拉里这个国务卿则指出的 我们下面要面对的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AIDS free generation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要如何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把这个艾滋病的应对 加强对艾滋病的应对 并且呢能够在我们这一带 能够终结这个疾病 我想呢主要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和挑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 全球在金融危机跟这个艾滋病 这个受到阻击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想大家会更关注治理和透明的问题 更关注资金的使用的问题 所以我不认为艾滋的这个领域里 公文这个领域里 这个是要为未来的对于资源的这个需求是降低了的 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个需求在增长的同时 大家应该更关注这个它的叫cost efficiency 也就是它资金的利用率的问题 说到刚才你谈到就是艾滋病的防治 或者饿着艾滋病的这种努力 现在实际上在全球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这种进展 比如说疫苗的产生也是可能的 甚至就是说艾滋病最终是可以预防是可以治愈的 那么这个艾滋病啊 这个它的遏制这个艾滋病最大的这种障碍 在很多人认为说是好像是难以突破 是因为医学上的原因 比如说像癌症一样 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突破不了 但是呢很多人认为 包括我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 遏制艾滋病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不是医学界的这种研究的困难 而是更大的是这种艾滋病 对艾滋病本身 遏制艾滋病本身的这种污名化和歧视是最大的障碍 你是怎么看这个 我想呢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这个在这种传染性 这样一种恶性的传染性疾病的面前呢 就是疫苗的研发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它的药物的研发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我们现在在相当的这个时期 可预期的这个时期内呢 这个治疗性的疫苗 我想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这个预防性的疫苗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端倪 所以我认为 疫苗和药物 依然是题中之一 应该说它是相当相当关键的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这个由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跟疾病本身引发的 这个病的污名化 人权问题 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 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挑战 你比如说我想这个分享一个 就是今天早上 我从我的办公室 到这个会展中心的路上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 这个出租车的司机 也是个女司机 她说她的弟弟 他们就住在华盛顿DC了 她的弟弟就是因为艾滋病而死亡了 她说她弟弟知道死了以后 他们才知道 她是因为是患艾滋病死亡了 就是说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就谈到了 刚才我们谈的这个话题 我说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艾滋病 不可以预防 不可以遏制 而是最大的问题是 是歧视 是污名化 比如说我跟她讲 我说这个和癌症有什么样的区别 如果她说她的妈妈是癌症去世的 当一个人得到癌症以后 很多人知道你得了癌症以后 你得到的是更多的是同情 但是当你得了艾滋病以后 你得到的是歧视 这个出租车司机感动得流了眼泪 听了我们这段话 我想呢 我听了 我也听了你的故事呢 我也很有触动 确实在全球范围内 都存在着广泛的 污名化和歧视的问题 污名化和歧视 给这个艾滋社区 带来的问题是在于 让公共卫生视角去接触 和治疗 这些受到疾病影响的人 产生了困难 因为污名化和歧视 就是他们变得无法去接触 那么他们迫于各种压力 可能接受不到良好的治疗 这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于这个艾滋病和污名化来说 对于我们整个艾滋社区 我认为在未来的时间里 依然是需要努力地予以改变的 刚才我们还提到 这篇报道也提到 在中国的许多国际NGO 抱怨 就说中国现在仍然还没有解决好 NGO 国家NGO 甚至包括中国本身的草根NGO的注册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解决不了 NGO的注册的问题 阻力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领域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决策层来说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 体制内一直有辩论 那么有支持的 有反对的声音 那么这个政策 一直最后没有能够决定下来 我想有那么几个原因 其中在这个世纪的早期 就是21世纪的早期 这些年里 对于政治敏感性的过分的关注 显然影响到了中国NGO的发展 和中国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态度 简单的来讲 就是发生在苏东的颜色革命 这个对于中国政府的高层的影响 或者说决策层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完全反对非政府组织 但它暗示的一种 就是里面有很强的反对的声音 实际上说到这儿就是说 2003年中国才 就是中国政府才可以说公开的承认 中国的艾滋病的疫情非常严重 高层开始重视着中国艾滋病的这种疫情 那这个时候国际的NGO就纷纷进入中国 全球基金后来也进入中国 中国曾经一度鼓励NGO 鼓励这个个人的这些活动人士 草根NGO来开展工作 但是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 将近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政府还对草根NGO 特别是国际NGO存有界限 我想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 昨天在一个会场上 那么有一位教授他过来问我 他说你们的资助 或者NGO的资助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大量的是从国际上来的 那他就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那么这些资金会不会有问题 那么我的态度很简单 如果是透明的话 行为是透明的话 而不论它的资金的来向 我们是透明的 它只要是不违法的 在这个法制的框架之内的 那么我觉得它都是可控的 那么它是可以叫accountable的 就是说它是有责任的 就是有责任制的 那么回到您的问题上来 也就是说03年已经 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最高层 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政策改变 应该说是非常开明的 应该说也推进了 在过去十年里极大的推进了 这个艾滋病领域的变革在中国 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操作层面上 它有很多可叫做在细节问题上 它的可操作性问题 那么这些呢 就会有不同的辩论和争议 我想呢发生在终端和末端的时候呢 就会体现出在注册这个问题上 这个具体的细节上 那么它就一直迟迟无法产生 但是最近今年已降了 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 应该民政部的这个政策即将出台 在一些省和地方呢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变化 比如说广东 它已经开始发生了这个注册问题上的变化 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当然也表示期待 那个我还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实际上从两年前在这维也纳 这次第1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 就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包括这一次在华盛顿 为什么来自中国的参加艾滋病大会的代表 越来越少了 非常少 好像活动都几乎很难找得到 只有那么一两个活动 到底什么原因 资金的原因 政策的原因 还是说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现在不需要这么关注了 我的直观感受是 事实上今年的这个艾滋病大会呢 从全球范围内的过来的很多这个NGO组织呢 它的数量都似乎都有减少 都有不同程度减少 我想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是全球范围内的资助开始减少 这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主要的资金资助方 开始呼吁 比如说像G20国家 像这个BREAK就是金砖五国 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 以及呢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本土的政府 为自己的公民社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的碰撞问题 除了预算约束 那么它有一个一个理念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些国家愿不愿意去支持自己的本土的 Civil Society这个就是民间主持 我想这里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说到刚才谈到这是中国的这些草根 特别是草根英雄 还有国际英雄在中国开展这个艾滋病防治工作 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共健康问题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这些特别是中国这些草根英雄 中国的这些NGO 对刚才你谈到公民社会 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社会 对中国的法治的推动 做出了有没有贡献 中国的NGO 我认为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即便它产生争议 它的争议可能来自于政府 来自于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 就厉害相关方 但是我认为即便有争议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 中国的艾滋领域的草根组织 或民间组织 依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 它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我想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贡献就体现出 它对于监督政府 对于政府提出不同的意见 对于增加政府 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和宽容度 我想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一个法治来说 叫Rule of Law 法治的核心的精髓 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利 一个Rule of Law 就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建立 它的提中之意 就是要限制政府不可限制的那些权利的滥用 那么我想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中国的民间社会 中国的艾滋领域的草根组织们 应该说做出了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对刚才你谈到这些艾滋病防治的中国这些草根 就中国的NGO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些NGO 之间有很多纷争 有一些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做艾滋病防治倡导的一些早期的人物 现在也不知道是他们自己 感觉到自己是被边缘化了 还是被整个艾滋病防治社区边缘化了 他们实际上离开了艾滋病防治的区域 去做别的工作去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里边原因就比较复杂一些 这个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背景下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我的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是 一个方面的 我觉得中国政府 这客观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认为依然是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政府 它证明了 反过来证明了 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社会 应该对于不同的声音增加宽容度 增加支持性的一个社会的体系的建设 我认为这是基本的原因 那么其次呢 我认为一些早期的领袖们 对于目前快速变化的这种 艾滋领域的挑战 他的应对也需要有一个调整 那么包括能力也要有一个提升和调整 但并不意味着来说 他们过时和落伍了 其实他们做出的贡献 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 它是不能被抹杀的 但是我想 这确实是需要不同的stakeholder 不同的利害相关方之间 进行协调 进行重新的平衡 那么增加互信和理解 我们差不多还有今天这个 现场时间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差不多还有几个问题 你再谈一谈 这个矿基益自病的全球基金 你是观察吗 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机构 全球基金在中国使用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比如说透明度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腐败的这些东西在里面 我想呢 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来说 那么它的各种部门 那么建于它的这个转型的转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包括它如何和国际接轨 它政府部门本身的透明度和机制的这种这个制度化建设 那么都将导致在接受国际援助当中的这个资金使用当中 出现一些问题 回到您的问题上来说 我认为中国的全球基金的这个资金的使用 它或多或少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就在透明度上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说在未来 这个中国就不需要这些资金 同时它也 它实际上反过来 给政府部门和各个利害相关方 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提一个醒 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 无论是你是接受国际的资助 无论是你要需要中国政府财政部的资金 它的新的投入 那么它都需要在透明度上 寄于极大的增加 那么这个增加透明度跟它的治理能力 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些一种互信 那么同时也有利于资金的这种继续的输入 最后一个问题 简单的问题 就是美国在这个防债资兵方面 所做了哪些贡献 负担什么样的责任 我想在过去20年里 从克林顿政府一讲 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 开始强调对于边缘人群 比如IDO 对于这个MSM人群 对于新工作者 对于极边缘人群的这种人权的保障 对于这个 就是用比较自由和开放的思想 去迎接这个艾滋病的这种挑战 对于人权的尊重 我认为美国在全球艾滋病的抗击当中 无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 还是从人权的角度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 比如说国立卫生研究所 和一大批的科学家 他们以科学的精神为基础 为抗击全球的艾滋病这个疫情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在理念的提出方面 对于国际的 包括对于国际的资助 尤其比如说像PEPFA 在非洲的援助 就是总统基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支持 我认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美国的纳税员 对应该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是值得尊敬的 但是我想我们希望美国在未来 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或做更多的推动 所以我想我期待着 他们和美国政府 美国能够跟其他的这种新兴的国家 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谢谢 谢谢贾萍 非常感谢 今天的今日看点就到这里了 把时间交回演播室的主持人 多年 多年 好的 谢谢林森 接下来是VOA卫视的走进美国单元 下面就把时间交给VOA卫视的记者 陆毅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陆毅 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目前正在开始把一些燃料转化为成本更高的生物燃料 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此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美国军方正面临高达50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开支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项计划 美国海军今年在夏威夷汇集20多个国家海军军舰的环太平洋军演中传达了一个特殊的信息 像绿色转变的时候倒了 被美国海军舰队称之为大绿舰队的战舰也加入到演习的舰船队伍中 他们依靠的是像海藻草以及动物脂肪这样的可再生能源作为驱动燃料 过去几个月里 美国海军展示了生物燃料如何改造军队 并最终促成海军部长雷·马布斯所说的摆脱对局势动荡地方能源的依赖 我们海军陆战队正朝替代能源方向迈进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强战斗力 减少我们对进口矿物燃料的依赖性 确保美国军队 美国海军的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 奥巴马政府想在2020年之前让海军一半战舰改用生物燃料 成为推动生物燃料市场发展的生力军 就如同军方在过去一直推动了全球定位系统 电脑以及手机等技术发展一样 美国空军的目标是在2016年前 使国内飞行的一半燃料改用替代能源 我还要求海军 能源部和农业部跟私营部门合作 开发出更为先进的生物燃料 不只是为战斗机提供能源 还可以用于卡车和商用客机 然而 美加仑生物燃料需要26美元 而传统燃料美加仑则不超过4美元 所以有许多国会议员反对 他们认为现在五角大楼正面临大幅度预算削减 这显然是在浪费钱 戴维·克鲁茨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能源分析师 生物燃料花的钱更多 而且也不会带来任何操作方面的改善 它不是密集型资源 我们本可以花更少的钱增加国内燃料的产量 而不用调派资源让海军转向生物燃料 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源用在设备 物资以及人员上 美国海军已经开始转变 美国海军第一款混合动力两栖攻击舰 马金岛号刚刚完成了它的处银行 美国海军著名的蓝天石特技飞行队 也在奉行绿色信条 他们在最近一次航空展中使用的就是生物燃料 然而 鉴于军方资金不足 生物燃料眼下可能也只能用于展示的目的 数百万非法移民来到美国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那些在很小时候随父母来美国的移民儿童 也和美国其他儿童在同样的文化和环境中长大 但是当他们申请大学助学贷款时 他们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就会被凸显出来 目前就有这样一群没有身份的学生 试图在纽约州改变这一现状 纽约州莱曼大学无身份的学生们 深找学士袍 在州众议院议长希尔顿·希尔福的办公室进行抗议 他们几乎立刻被轰了出去 他们的抗议认为是非法行为 这些人一整天都在游说国会通过 纽约州梦想法案 该法案将使无身份的学生们 有资格获得学生贷款 当天一早 他们就坐着租来的巴士 前往位于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富 梅丽莎·加西亚说 自己的出生地哥伦比亚严峻的经济环境 迫使她母亲11年前来到美国 许多没身份的年轻人 很小就来了 有的只有6个月大 还是婴儿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被带到这里来的 所以回去并不是一种解决方案 他们不了解那里的语言 不了解自己的国家 这里才是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纽约梦想法案的推动者 州参议员比尔·帕金斯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项措施将带动联邦梦想法案的制定 而该法案将允许这些没有正式身份的学生们规划 我认为这将点燃这项运动 带动各地出现更多的梦想法案 并引起国家的立法机构 政府 国会议员及总统的重视 让他们知道 现在是在联邦层面通过梦想法案的时候了 学生们奔走在州议会大楼的走廊里 提醒立法者们 大学毕业生每年缴纳的平均税收 比其他人高出3900美元 但是州议员的助手们则表现得十分冷淡 史蒂文·英格伯特议员 对没有正式身份的学生们表示理解 但同时他也指出 即使他们有能力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某些人对此做出的政治反应却是负面的 这些人指的是共和党占多数的州参议院 美国全国许多共和党人都反对帮助非法移民 学生们失望地在奥尔巴尼结束了他们一天的游说活动 他们在议长办公室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他们第二天再次聚集在议长西尔瓦的曼哈顿办公室外 希望他会在6月21日立法会期结束前安排一次 针对该法案的投票表决 如果得到批准 将使纽约州成为继德克萨斯 加利福利亚 核心墨西哥之后 让没有身份的学生们能够申请大学经济资助的第四个州 欢迎回到VLA卫视的直播现场 又到了我们的火墙内外单元 中国广电总局最近正对网络视听节目 发布了新的管理政策 中国广大的网民是怎么来看这个政策呢 下面让火墙内外的主持人江和来告诉您 火墙内外欢迎光临 这些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快 据统计到去年年底时 中国网民总数已经突破5亿大关 与此同时 网民们的各种创作也十分活跃 涌现出大量的优秀网络短片 可是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有些口口声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官员 实际上则是夜宫耗聋 他们最近又开始收紧对网络作品的监控尺度了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向新华社解释出台这项通知的目的是称 部分节目出现了内容低俗 格调低下 渲染暴力色情等问题 有的脏话连篇 有的刻意展示低级趣味的场面 有的毫无掩饰展示血腥暴力动作和场面等等 通知还称 鉴于这种状况 网民要求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业界要求防止不良节目占据优良节目的时间和空间 因此 应网民的呼声和业界的要求 今后对网络视听节目要先审后播 这项通知在火墙内外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许多网民认为这种加强监管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加强网络的防火墙 根据BBC中文网的一篇报道 网民们指出中国当局这项最新规定意在加强对网络节目的政治审查 一位网民就说 其实当局一直都在进行政治审查 但是不应该给自己的行为贴上打击低俗的标签 有些网民则用嘲讽的口气拓宽了防火墙的定义 把防火墙戏称为防止网络节目火了的墙 他们还以广电总灭火局为题 编了一段网络版项上 天上一阵黑咕咚 好似白面往下扔 坟头倒比蛮头大 广电总局把跌坑 最近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能说 咱们说说广电总局吧 好啊 又发布管理政策了 广电总局的特点就是什么火 他们管什么 管到你不火为止 最近是看微电影网络视频火了 要不把他们改消防局吧 光管火的 那个火一提就煽 咱们说这广局最不要脸的地方 就是不管发什么管理政策 前面一定加上印广大什么什么的要求 就是说我不乐意管 这可是你们让我管的 电视电影他就说印广大观众要求 这回就说印网民要求 网民可都在网上呢 哪位网民说有这要求了 估计他们单位有个哑巴 名字叫网民 他要求的 许多网民认为当局以印网民的呼声作为加强监管的理由是强奸民意啊 自身媒体人孝鼠在新浪微博上举报广电总局造谣 他说 印网民要求 我就没要求 墙外也有很多网民对此极为反感 网民叫上官乱的这位网友在推特上说 我不记得我啥时候强烈要求过审查 广电怎么又说印广大网友强烈要求了 谁脑子长虫的会主动要求被你压审查 另一位网友愤怒的说 广电总局现在连网剧微电影都要先审再播 这是丧心病狂了吧 许多网友还对当局严格监控网络节目 但却无法控制食品和药品安全的状况感到愤怒 他们在网上表示 天朝部门该管的事情不管 不该管的事情偏要管 有些网民索性讽刺说 当局不担心你吃进去什么 只担心你看到什么 一些网友强烈要求广电总局改管食品安全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管广播电视 说明当局瞎指挥颁布的禁令 让人无所适从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 广电总局进播叫停谍战片 某编剧大发牢骚说我们开始比较写实 参考真实历史背景 总局说我们美化国民党变相贬低伟光正 也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后来我们写国民党贪污腐败玩女人 结果他们又说影射当今社会 这叫什么事啊 尽管在中国大陆所拍的谍战片中 最终的胜利者总是共军 但在最近被封杀的一段非常火爆的相声中 当今共军的人心向背 似乎可见一斑 中央决定拿出一亿 安排四万名局级干部重走长征路 消息已经披露 引起网民热议 人民群众纷纷表示不要任何报仇 自愿扮演国君 他们还表示绝对不让一个贪官污吏活着到达山北 上楼下来 上楼下来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接下来是VOA卫视的英语教学节目 今天杨玲和Kat要教我们手头紧的美语怎么说 Kat is leaving on Friday She's leaving You know what I just realized that I am going to miss you guys so much Everyone's been so nice since I turned in my two weeks notice Actually when's that new temp coming in Oh 你说要来替你的那个零食主持 我听说星期一就到了 What? How can you replace me that fast? I had no idea I was that disposable Kat is disposable You're the one who's deserting us for bigger and better things Speaking of which 你紧不紧张啊? 准备好了没有? Well yes and no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to wear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dress code Should I go with casual, business casual or formal? Hmm yeah that's a tough call Every office has a different dress code 这就是说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着重标准 If I were you I will probably go as business casual Yeah You can put your belongings in here Thanks Looks like I'm going to have to go shopping So very painful very painful but really I actually really do need to upgrade my wardrobe You would not believ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have in my closet Wanna come with? 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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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do but 这回事不行了 我银行里只剩一百块钱 Sorry, a hundred dollars? How do you only have a hundred dollars? Well I mean with taxes, rent and student loans Things are really tight these days 手头紧啊 日子难过 Oh honey you know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say no to your sad face How about you come by my new office next week and I will treat you to lunch 看你的酒量怎么样 你请客那当然是不去败不去了 一言为定 I know Okay I a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dress code Should I go with casual, business casual, or formal? Thanks for being yourself I actually really do need to upgrade my wardrobe These are really tight these days Tomorrow your last day? Yep Yep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I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Thank you I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Thank you I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主持人白杰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都会播出一个新的节目 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 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 OMG美语开播一周年 Woohoo 我想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如果没有你们 OMG美语将一无所有 为了庆祝OMG美语一周年 很多OMG美语粉丝们 发给我他们自己拍的视频啊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Happy Birthday O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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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r program OMG美语 Hi 白杰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first My name is Claude I'm from Beijing China I'm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 heard of OMG美语 since last year And I watch your TV program everyday Hi Claude Thank you so much Hey Love the glasses They're fantabulous And You're so young And your English Is already thebomb.com 加油 Can't read my Can't read my No he can't read my poker face She's gonna love nobody FYI Hello Bye姐 Today is a big day Today is a big day Thank you Penny Bao You're nutso Hi Bye姐 My name is Wota And I have watched OMG Made for almost half a year And your videos have helped me a lot And I learned a lot of oral expressions from your videos And if I can remember the most They would be It's so cold it's freezing my butt off And nothing makes me out better than coffee And I think Bye姐 you did a great job And I love your videos I hope OMG Made for you can be better day by day So thank you so much Amazing Bye姐 Thank you Water Nothing makes me happier than watching your video Hi Ho Bye姐 Congratulations It has been really nice watching your videos everyday You already have the luck with my English All of those words The insanity Isn't it ridiculous Thank you so much Mia Camille That sign you made is redonculous Hello my dear I've been learning from OMG for one year And I really love your program Really I love your program so much So yeah I'm your fan And I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OMG Meiyu And really I enjoy learning English And I want to say my favorite song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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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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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so much your English is fan-tabulous Hi Bye姐 My name is Mark I'm a really fan of watching your program And you've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own English The most useful description I've learned from is that OMG that's fan-tabulous And I have a thing I do with you Of course it's Lady Gaga Gaga Ulala Wanzhou by romance I'm Lady Monster And hoping that one day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produce your cancer That must be a bombed up com right Hey Mars You are fan-tabulous Hi Bye姐 This is July My favorite word is SWAG SWAG Because I am a believer And I adore Justin Bieber so much Thank you July You are so awesome Because you just taught us a new word Belieber Belieber 什麼意思呢 Justin Bieber Bieber 他的名字和Belieber 的合成詞就是Belieber Belieber的意思就是 Justin Bieber的粉絲Belieber 我也是一個Belieber Hi This is Mark from Guangzhou I had to tell you that I have no talent for English starting But since I watched your video I have been progressing very well You have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all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teach me tons of words I haven't ever heard before I just can't tell you how much I appreciate it And hey FYI Beli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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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your fans that I was a student from China I'm very excited Because July 80 is my 80th birthday And wish you happy everyday Thank you Ye Mao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o You guys are awesome 我想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You're just the bomb.com I love you guys 好 新收看OMG美語 我們明天見 Bye Bye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VEOA卫視第一個小時的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建議 歡迎寄送電子郵件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清香是 Chinese at VOANews dot com 節目最後我們到倫敦去看看英國最大的奧林匹克紀念品商店 我是凡東寧 祝您晚安 也請您不要走開 繼續收看VEOA卫視今天第二個小時的精彩節目 預先關於攝影師 And the video's called I'm atDEOA卫視線 CMT 越南匡幣 I踏視線 I'm atDEOA卫視線 And I'm atDEOA卫視線 I'm atDEOA卫視線 I'm atDEOA卫視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